二 十七之势 让春儿要尽快 借着这个机会将达达彻底消灭 达达的马 咱可是惦记多时了 是 儿臣现在就去 等等 你既然要去 就再替咱传个话 父皇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没什么大事 你抽个空告诉厨艺 让他将东西做好了 别忘了拿来给咱也瞧瞧 咱也想看看 这后世的火焰喷射器 到底长什么样子 杀伤力又有几何 尤其是杀伤力 是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蒸馏器 很难想象 就这么的东西 竟然能弄出汽油来 不可思议 没错 这就是蒸馏器 这真能提炼出汽油 咱还能忽悠一亩不成 各位请看 这个蒸馏器 作用的原理 就是利用液体换合物中 各组分挥发度的差别 使液体换合物部分气化 并随之指蒸气部分冷凝 从而实现起 所含组分的分离 等等 这都什么跟什么 你直接告诉咱 这东西怎么能弄出汽油啥的 其他的废话就不必说了 只有里面含有多种物质 每种物质的挥发度都不相同 比如说汽油 它的挥发度在200左右 柴油在400左右 除此之外 原油里还含有力精 甚至还能蒸馏出润滑油 等汽油送到之后 咱就可以将汽油 倒进这个蒸馏器里 然后在下面持续加热 挥发物会随着热气升腾 最终在这个部位开始冷凝 然后顺着这些管子落下 这算是成了吧 目前来说成了 成了 哈哈哈哈 太好了 楚义 你小子这次又立了一大功 你是咱大名的功臣 你放心 咱忘不了你的功劳 对了 你之前不是还说 有个什么什么火什么来着 彪儿 你来说 火焰喷射器 对对对就是那玩意儿 别磨叽了 赶紧将它拿出来 让咱看看 这就是火焰喷射器 用的时候将筒背在背上 里面装满汽油 通过这个泵 将汽油挤压到 这根喉管里喷射出去 那这火怎么点燃 这个现在得用人工手动点燃 要是我那个时代 在管口附近 安装一个点火线管即可 但现在不行 没这技术 那这火要是将 筒里的汽油点燃的话 那咱不就要烧自己了 这不用担心 里面有防反火的东西 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这东西还不完美 哪来不适 让你们先瞧瞧 心里有个概念吗 这东西 杀伤力如何 攻击的范围又有多远 范围吗 就现在而言 大概有个五六米吧 这么近 那些骑兵的长矛 就有三四米了 那这东西有什么用 不是让人去送死吗 咱就是说 这只是现在 这个样品的范围 这东西 咱还得改良呢 改良过 不说五六十米 十来米 还是得有的 那也太近 就不能让它有个百来米 皇上 咱这就是个近战武器 要求能不能限时一点 排两三百米 你直接放人家王杖 将人一锅端得了 再说了 十来米虽然不算很远 但要杀那些骑兵 已经绰绰有余 就算烧布着人 咱还可以烧马不适 骑兵最依仗的就是马 马一乱 让对方完全丧失战斗力 也不是不可能 然后再让咱的士兵 上去捡捡漏 轻轻松松 平平安安的 拎几十个人头回来 难道不香吗 非得要几百米干嘛 香 太香了 照这个打法 跟捡落叶差不多 何止是香 简直太香了 就照你现在说的这个 给咱弄个几万套出来 皇上 这东西能这个几百套出来 就不错了 还几万 想啥呢 现在现在 这东西还得改良 石油也还没入惊 就算有了这桶 也用不了 这简单 彪尔 立刻传证口语 让老师一麻溜的 赶紧将石油送入迎天 你也抓紧时间 等石油一到 立刻动手 是 老爷 前往窝国的商队 回来了 人呢 就在外面 小的见过大人 得了 别整这么多虚理 咱就问一句 为什么这么晚 才回来 按计划 商队应该在一个月前 就会回来 就算窝国突然爆发天花 也不应该拖到现在 大人 如是不是遇到了张玉将军 只怕咱现在还回不来呢 张玉 张玉在窝国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清楚 此时还得从窝国出现天花开始 窝国的天花起得急 染疫之人极多 我们见识不对 就想要离开 而往日里对支田家 俯首铁尔的吉田家 忽然就反叛了 最让我们震惊的是 吉田家里竟然有大明的军队 这些人心狠手辣 下手很绝 脸形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支田家受到了重创 而我们 身为大明之人 也被认定与吉田家是一伙的 支田家将我们囚禁折磨 甚至还想拿我们去威胁吉田家 幸好张玉看在都是同胞的份儿上 这才将我们救下 然后是如此 也死了好几个人 这一次 我们不仅没有赚到钱 反而赔了个底儿掉 甚至还差点死在窝国 若非张玉看在我们都出身大明 将我们救出来 小的这辈子怕是都见不着大人 楚义 必定是楚义 窝国的天花 十有八九也是楚义的手笔 而自己的商队 就是传播天花的媒介 楚义真是玩得一手好算计 不仅利用自己对付了窝国 自己竟然还对他感恩戴德 认为他是真心在为自己好 还有军队 这是八成 也是楚义的意思 他分明什么都知道 就是故意看自己笑话 楚义哪里是看中了钱 分明是想要我的命 最可恨的是 自己一都被蒙在鼓里 还对信任有价 好你个楚义 不杀了你 咱就不叫胡为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